有魚,有雞,有蝦 Hello,大家好,我是Ruby 我是Tommy 剛才收到風聲 一會見,一起吃飯 是的 於是我們來到這裏 叫做合離酒家 可以見到這裏環境非常漂亮 覺得不覺得 很漂亮,而且有聖誕樹 很迎節 因為快要聖誕了 今天是聖誕 今天是聖誕節 未知這條片會幾時放 今天先跟大家介紹 可以見到這裏環境做得非常漂亮 還有,這裏不單有茶樓 茶點 還有咖啡 咖啡 剛才周總也說了 是9.99一杯美式 不過他還未開業 應該晚上才開業 他說下午兩點 是的 我們現在進去會一會周總 Hello,周總 周總 Hello,好 就是收到我們領導的邀請來這裏吃飯 都跟大家介紹 藍頭附近還有一間這麼漂亮的酒家 是的,這裏就是藍頭附近 比較環境、比較優美 而且食材新鮮 那一會兒大家去看看那邊 那些新鮮的本地的生香魚 生香魚 很清甜 清甜 中午就會吃一個大盆魚 除了有魚有雞 還有螺絲蝦 很多的美食 而且有很多特色 OK 這位是藍頭的食神 有朋友過來的話 都可以找回我們周總 跟你介紹這裏有什麼好吃 好玩的 OK,我們去看看一會兒吃什麼 好玩的 黑利大盆魚 大頭魚 還有一隻雞 還有螺絲蝦 下面還有一塊給你的 因為吃到最後會好製 但是下面有少少酸菜 給你燒製 哇 即是搭配得好 還有很多名堂 好像肉丸和白杯 對呀,這裡可以看到 又魚、又雞、又蝦 又什麼 又豆腐泡 不像 還有少少芽菜、白菜 墊了白菜 不怕焦底 而且它的調味 我是喜歡它的調味 不怕 有些好像很濃的醬汁 但是它這裡輕輕調一下味 最終的話 你鹹淡 還有有些喜歡吃辣的 可以放些辣椒圈 所以最終的話 你的口味的話 是適合自己的 因為它強調的是原味 原質原味 那調味自己的表現 在自己的鹹淡度 不如起筷子 我留下口水 你們選多一點 我先吃 我先吃 一邊說 先吃一塊雞 這麼大盆菜 這麼多材料 會不會很貴 不會很貴 這盆菜大概是人頭50元 人頭50元嗎 50元 兩百多元 二百加二百 二百加二百 但是不用三百元 對 加三百多元 這麼誇張 加什麼 加飲料三百多元 即是三百多元 對 如果我們四個人吃 就會比較貴 但如果我們一家大小 有八個人吃 加少許主食 這一盆十個人也夠吃 如果十個人吃 人均三十元也不用 它這些是否定制 份量的債這麼大份 即是可以小一點 可以小一點 可以小一點 它這個就是 我們今天人多 所以叫大份 還有其他的 可能有些小一點 可能只是二百元 可以吃六個人 我們這個可以吃到百到十個人 這雞 這雞 真是很有雞味 一吃這些是走地雞 真是很有韌勁 竹牌後面有個雞腸 雞就是在那裡捉過來的 雞腸 山水魚 它是放在水埠裡面 但是最生氣 因為這裏盆山 有些是山泉水 拿這些來養 對 後面是山 對 這些魚是否特別清淡 肉質不同 它是釣了水 正常吃飼料的魚 肉質就是吃飼料 少許激素 肉質不同 這些是瘦心魚 尿水就是放在那裡 磨它一排 然後把多餘的脂肪消耗了 對 就是原質的味道 魚皮 它是處理過的 輕輕煎了一下 所以吃起來味道是不同的 真的有說法 是 大家看看三百元不用 這麼大一盆 有魚有雞 有百倍 有蝦 有螺豉蝦現在都不便宜 螺豉蝦現在都差不多一百元 我都有 而且這裡是新鮮的 對 它們輕輕煎了一下 是有肉丸的 有肉丸的 有肉丸的 是豬肉丸 還是鴻魚丸 這個 我不知道今天是放甚麼丸 上次我吃是豬肉丸 應該是豬肉丸 還是看樣子 裡面有馬蹄 見得到 這間餐廳真的強推 大家如果下次過來中山 或者想嘗一些特色的農家菜 真的可以連繫我們 但你再試一下這次 真的值得來吃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這就是魚有魚味 雞有雞味 雞不是全部都是肥油 是那些 酒地雞 酒地雞 全身是雞肉 雞肉的雞肉很實 很實 很實 它是新鮮的 如果有些冰鮮的話 它的殼和肉身就會黏在一起 沒有那麼容易剝 嘩 手指公那麼大 真的手指公那麼大的 螺絲蝦 嘩 嘩 嘩 我滿足 我滿足 快去吃 快去吃 已經爆開了 對 每隻都有這麼長的尺寸 雞肉 都調味夠了 不用點太多的調料 所以我覺得它是 調料方面的比例用得比較好 因為很多地方可能不新鮮 它會重油重燃 但它強調是新鮮的 盡可能少油少燃 你可以看到整個盆菜上面 很少的油花 對 所以不會過分的去烹飪 去喪失它的原味 還有調料可以看到很簡單的 薑蔥 還有少許紅棗 你不會見到其他大料 因為北方菜有很多調料 可能吃過飯 全部是辣椒 辣椒圈 不止辣椒 還有一些老鳥包 什麼白紙 桂皮 太多了 但我還是願意吃回我們廣式 廣東人先吃新鮮 我們原味 不要吃那麼多 那些太複合的調味 我還是喜歡原汁調味 很新鮮 這些很棒 這麽 這麽腐竹很好吃 很入味 很厲害 先說 我之前帶小姐 她知道我喜歡吃腐竹 下次帶我去吃腐竹 不用 她也會幫我調味腐竹 這麽魚骨 這麽魚骨 你見到 這麽魚骨 處理得非常好 這麽魚肉 已經做了一個簡單的處理 但這麽魚骨 輕輕煎了一下 我覺得它很香 有很多汁水 是呀 但它不會過份去煎 你見到 其實這麽魚肉很嫩 而且不用怕煮得太久 食材會變老 因為它下面是放了些蔬菜打底 所以我們一邊吃 一邊慢慢煮的 是滾的 是些蔬菜 會更加入味 待會再吃菜是很棒 而且它裡面還有蘿蔔 蘿蔔很漂亮 沒有渣 沒有絲的嗎 沒有絲的 冬食蘿蔔下食 現在吃蘿蔔最漂亮 蘿蔔吃得好 好像人生那麽沒有 有很多東西 有很多東西 有很多觀眾都會好奇 裡面除了芽菜之外還有什麽呢 還有我剛才說的酸菜 這個是很消滯的 是靈魂酸菜來的 吃了這麽多藥 我們會吃蛋 這個酸菜我喜歡 是因為它是自己做的 不怕太濃烈的味道 沒有那麼多味精 沒有那麼多味精 很爽口很爽脆 看這麽大塊 好吃 幾種東西都好吃 魚雞腔腐竹都好吃 我又試試這個酸菜 平時的酸菜 吃一口就想吃很多飯 但這個不怕 這個是純燒製的 很爽口 不怕濃 不怕老 好 自家製的酸菜 對 白菜都很漂亮 應該叫蛙蛙菜 對 大家可以看看 很嫩口 魚頭很棒 魚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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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魚面肉 面肉 是最多的 不過這條魚 大家吃的時候 要注意一點 特別是魚背部位置 真的有些多骨 如果大家 不會拼骨 可以吃魚南味 或魚面肉 就比較少骨 或者吃魚雞 就可以了 我都在香港街坊 我來大陸最喜歡的食材 因為這邊的菜是很新鮮 而且這裏都是我一直說的 條件很少 所以每個菜都吃不到原有的味道 這才是我最喜歡的地方 鹽汁鹽味 它不會被微蒸味煎了 原常有很多快餐用冰鮮的魚 又用重油、重鹽來蓋住冰箱味 其實分數搭配得好才能發揮食材的味道 做出一個一加一大於二的化反 因為很多肉吃得很柔 太清淡又很寡 所以這裏有分有數搭配起來 是完全可以搶開來吃的 一盆的 一盆的 對 但它又不是亂燉 是四鍋燉 是有比例搭配的 我先試試肉丸 我覺得後製的魚好像有豬盈 豬盈魚 你再試一試 形狀體是像豬肉丸的 形狀體是像豬肉丸的 再試一試 這個是豬肉丸 但它放了少許的果皮 不是陳皮 是果皮 不是陳皮 很少用陳皮做菜 因為用果皮的話會清香一點 因為陳皮是很貴的 果皮相對來說 它的新鮮程度會高一點 陳皮一般是用茶或陳皮蒸 所以用來做菜 煮湯比較適合 但做肉丸應該是用果皮 煮湯比較適合 喝湯很舒服 做菜就有點浪費了 做菜浪費了 所以一般是用果皮 是 偶爾是吃魚丸 會有這股味 豬肉丸我第一次吃 會有這股味 這邊有 試一試 是 一粒一粒手打 再來多一勺魚肉 先試一下 很棒的 大大口魚肉 有針菇 這是大骨 這是大骨 好 吃哪杯椰汁 你要茶還是椰汁 我要椰汁 對 應景白色 我用白杯 我還是要喝紅茶 其實這個紅茶也不錯 對 紅茶這個季節來喝會比較舒服 大家 聖誕節快樂 不知不覺我們又過了一個節奏 準備新的一年 這裏提前祝大家 2024年 紅紅火火 上禮健康 華絲與伊 做甚麼都試試順利 平安順利 今期節目就到此為止 如果想玩 想吃 亦可以聯絡我們 特意帶你們來試試 今期節目就到此為止 今期節目就到此為止 謝謝